我现在在绍兴的一个拆迁工地上 大家看 在那儿竟然发现了两匹狮马 咱们下去看看是不是有牧 就在这个地方发现了狮马 这是马 这就是神道的石像生 这狮马的外形 风化的很严重 而且能看到斑驳的上面长着青苔 这里还有一匹狮马 在刚才那匹马的对面 上面都长满了植物了大家看到没有 看起来十分的凄凉 这些石像生被遗忘了 在这儿还有一个石像生 这是石阳的头 这石阳的嘴已经被砍掉了 而且它大半部分身子被埋到了土里 其实在马的旁边还有一个石阳 这石阳都没法看了 整个被这植物紧紧的包裹在里边了 大家看这边就是建筑工地 这里就是那座木 这里也种了菜 据记载啊 这是明朝末年啊 崇祯年间的兵部尚书商周座的墓 商尚书呢 它为官清廉啊 刚正不阿 但是呢 它的墓的现状啊 确实比较惨啊 我估计墓中在这林子里啊 应该也不能幸免了吧 早已被盗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了